今早一家大小 我身邊有女團成員Beenies的 陳樂儀 阿佐 早上 Hello Jean Hello 大家好 大家都會叫你阿佐 叫你叫阿Gina 還是通常都會叫中文名字 通常都是阿佐或者陳樂儀 我想Solo的時候 就多些人叫我陳樂儀 但阿佐是異記的 阿佐這個名字 當然大家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就是在《全民造星》這個舞台 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但我有點不同的 大家認識你在《全民造星》的舞台 我認識你在《全民造星》的後台 是啊 因為當時你跟我太太有合作關係 所以很有緣地 當時已經認識未出道 其實我沒有記錯 打給大家在電視機前面 給大家認識你的名字 不是叫陳樂儀的 都是阿佐 對 那時候我記得是用阿佐兩個字 對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 不是一個很正統的中文名字 反而都很掌握到大家 這位女生 她是什麼風格的女生呢 而我特地找回當年的參賽片段 哇 那時候阿佐留了一頭長頭髮 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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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界 然後穿得好像一個 文青 我會說 文青 我差點想說村姑 但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對 那時候很有親切的感覺 然後拿一支結他 對 唱一首 夜遜 夜遜 我非常喜歡這首歌 對 但我想說 現在細心想想 事隔了很多段時間 現在的陳樂儀已經亭亭欲立 已經是女團成員 也有自己獨立的作品的時候 然後回想回多年前 當時還是一隻文青打扮的陳樂儀 那時候也不是陳樂儀 那時候的阿佐 是 原來對比現在的分別 是不是也真的挺大 其實我會說 當時的我 也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我會知道我想做表演 但我不知道我獨立 想讓人感覺到的陳樂儀是怎樣 可能我自己也沒有探望過 其實我這幾年的風格也挺大轉變 由當初的所謂文青 鄰家女孩 好像看起來很溫柔 傻傻的我 到現在 我的作品可能會是 一點都不傻 或者再瘋一點 要不就完全不傻 要不就比傻傻 再瘋一點 再去得盡一點 對 很極度 所以我會說 當時的我可能是不夠膽 不夠膽去讓人看到最深刻的我 如果說不夠膽 可不可以說當時 其實 這樣說好像很誇張 當時你選擇的人 夜遜這些 相對來說 pop一些 流行一些的歌 原因就是 因為不敢把自己 真正最喜歡的一面 在這麼快 第一次 就是所謂的海選 或者之後 一百強的時候 就這麼快 被人知道 很害怕這種 不夠主流的曲風 會不會這麼容易得到大家喜歡 是不是難免都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當時的我還沒發掘到 我可以去到什麼程度 還有都關於信心的事 對 我偏向唱一些靜歌 大家會比較喜歡 所以我就覺得 好吧 我選一些安靜的歌 還有我當時是不知道自己的聲音 是可以玩那麼多 我只知道 我唱這些 夜遜一些 安靜一些 是最安全的 唱一些文青歌 是大家會覺得舒服的 所以當時選擇歌的時候 就沒有想太多 最安全的東西 就先放了出來 是 但如果這樣聽 就是說 這些少少搖滾 是 一些比較aggressive的音樂 其實這個的種子 早在你出道之前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是 之後 我想是 這一兩年 這一兩年 才開始發掘到 我可以唱 rock 還有我可以享受和 band一起玩 這是我這一兩年才是最新的體會 是 就是說出道前的陳樂儀 其實基本上大部份時間 都是和你自己參加的合唱部分 是 就是 都是一種 相對來說 靜態 相對來說 可能要求和聲 所有的東西都是很blend in 是 舒服的 舒服的 會是 以前可能是 這個是我 所以當去到造星這個舞台的時候 然後 一種夜訊 就讓大家多認識 認識 一個人會彈結他 女生 但某程度上 我都覺得這個舞台帶給你很多東西 這個舞台帶給你很多 就是 有很多推動 有很多推動 就是讓你明白 這種曲風 不是你唯一可以做到 或者不是你唯一能夠做的曲風 經常都說 《造星》的舞台裡面 有很多殘酷的東西 就是有很多殘酷的觀眾 殘酷的評判 另外也有很多 就是要推動你不斷地向前走 你這一刻不改變 你不進步 這個舞台就沒有你的份 所以回想回你想想 那時候在《造星》舞台 時間又短 又低 但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口頭知道 我們要排一些項目 那時候的這麼密集的訓練 對於往後出道做歌手 或者做女團成員的陳樂儀來說 是不是當時的訓練也有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絕對有 尤其是做了Binis之後 Binis我會說 因為我們各自都要出solo 那又要做group的東西 又要出歌 團歌 這個schedule其實是要排得很密的 你搞定自己 其實很快 你沒什麼休息 今年我好一點 我去了幾個旅行 哈哈哈哈 又覺得女團很奢侈 是啊 放些時間出來 但是其實 這個schedule有時候 一看起來就會很緊張 譬如我們拍MV 錄歌到拍MV 可能只是說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要自己寫歌之前 所以我們就 那個schedule這麼緊張 絕對《造星》的訓練 是有幫助到 就是要取出結果 一定要取得到 對 還有明白Deadline的重要性 是啊 可能當大家還年輕的時候 覺得 阿sir說Deadline要交功課 不交不及就欠交 哈哈 就不準時 沒有欠交這件事 就遲交了 你可以遲交 整個節目都沒有你份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鍛鍊 但我記得剛才阿左就說 其實在出道之前 就不是太有這種 那麼強勁音樂的因子 反而 以往我就說 知道阿左以前參加合唱團等等 是一些柔和的音樂 你記得是什麼時候 按到你 或者是什麼原因 按到 原來我的內心 是有別的音樂的位置 只不過 我以前不知道 又或者你有沒有問過自己 其實究竟是你不知道 還是你不嘗試 或者不願意的 因為我明白 以往 小弟以前都 所謂是classical的世界 長大 我都彈琴了 我就很明白 以前曾經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 classical 即是古典 和流行音樂 兩者是對立的 不friend的 不是不止音樂不friend 人都不friend的 會不會是 難免有這些狀況 令到可能 一路以來成長的阿左 我在接觸古典音樂的同事 都覺得 流行音樂不關自己的事 所以又不小心下了這些集 其實我會說 那時候由古典音樂轉到pop 都用了一些時間 尤其是唱歌的方法 在學唱歌上 你不可以再跟同一個老師去學 因為是兩套方法 在那個位置 是花了一些時間 還有那些老師 可能都不friend 有機會是 不friend 兩個不同的學院 不懂 但是兩邊的老師都很厲害 但是他們 那個唱法 那個訓練實在太不一樣了 還有 我會說 由什麼時候開始 可能我真的聽多了流行音樂 首先我愛上了黃遠芝 黃遠芝其實有很大部分的歌 他都有容納到 經典音樂 他本身也是一個 騎著這兩邊的人 是啊 所以我被他吸引了 就是 原來唱pop 是可以玩到這樣 原來一首pop 四分鐘的歌 他的intro是可以用opera去開始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吸引我 那他的orchestro 就是那些編曲 也是很quadra 管弦樂很多 很棒 所以我就用這件事 慢慢進入pop的世界 嗯 那我就開始聽多了band sound 我記得我剛剛開始聽 應該是盧凱彤 嗯 聽盧凱彤的 就是他的作品 是很emotionally 觸動到你 那又是那個時候 就開始 玩聲con的時候 就選了盧凱彤的歌 那就開始有夾band的機會 嗯 就開始發現 原來我都很喜歡 在台上跟一班人一起 分享舞台 那所以 當之後開始做solo 做beenies 有機會可以在台上唱歌 我都會盡量選一些 全盧的歌 那就多了機會接觸 可以行一些的東西 嗯 記得當你介乎 從古典音樂 轉去流行音樂 那時候的階段 存不存在 你都有一些跟你同行 一路二來 可能在古典音樂方面 經常一起發展 一起玩的朋友 或者同學仔 即是 見證著你有一些 音樂的喜好 或者是想法的轉變的時候 那些的友情 或者那些的那份情義 是否都能保持到 有時候都難免 是會 好像我們之前所說 難免都是兩派來的 所以呢 都一定會有少少缺失 或者有些不同的了 我覺得以前唱 classical music 是沒有那麼感受到 一群人一起做 反而是這樣 是的 除了唱學校 choir 但學校 choir 那種 pure friendship 又不會被 你音樂 style去影響 反而是去了做pop 就是真的感受到 有一群同路人一起去做這件事 尤其是玩了造星 是 造星就是一個很好的舞台 也有很好的機會 讓你認識 你同行 或者一起有這一樣 共同夢想的朋友 嗯 那時候才能集合到 一群朋友 凝聚這個力量 所以沒有以前玩classical的朋友 都仍然是朋友 因為太小了 那個pure friendship很強 那個友情那樣東西 就不會跟工作掛勾 我覺得 是 到之後 真正結立更加多的朋友 是 甚至是這些朋友 變成姐妹 是 就是在Binis的階段 是 那當然是因為 早前和你們在音樂會上的合作 是 所以就有一個機會 可以更加接觸到 你和你們一群姐妹 是 那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 這一群的姐妹 其實他們真真正正正 Binis的成立 就不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是啊 但是就覺得 你們之間的那個 情意的建立 就好像比這個時間 對比來說 就來得快很多 嗯 當然 我都不會明白 始終沒有做過男團 沒有做過女團 不會明白 作為一個團體的成員 我感覺怎麼樣 但你配合樂隊的 有些不同的 我們團體可以不斷轉人 當然你們的團體也可以轉人 就是Touchwood Touchwood 但是沒有那麼牢固 我們說轉就轉 可能這次 歌琴手不可以就找另一個 歌琴手不可以就找另一個 但那天沒有理由唱歌不行 我們找另一個就頂了 沒理由是這樣的 這份情義一直在不斷建立 也形成了大家好姐妹 到之後大家都有各自的讀唱歌曲 包括阿佐自己也有自己的讀唱歌曲 原來好像你剛才所說 真的要控制時間 或者要計劃是不容易 好像阿佐都說 今年可以去到兩個旅行 都已經很不容易了 以前就算 不要說你自己有讀唱歌曲 就算要兼顧 只是女團裏面的工作 其實可能已經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但當 再決定要自己都做音樂的時候 這個決定其實對你來說 是否容易去做 還是很容易的 因為一早已經想到這樣 甚至可能在女團之前 已經想有這條Line的出現 其實做女團的時候 我們都很有共識 就是我們Solo的作品一定要保持著做 所以這件事就是 有Binis的成員 也是共同的目標 我們除了做Binis 我們各自都會為自己的作品去努力 但是見到對方這麼努力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有動力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很好的 跟自己一個人做Solo的感覺很不同 然後我會覺得 最吃力的地方 不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時間 其實我們要談就可以了 我們要分配 其實3月的時候 我們一起表演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首新歌出現 當時也不是叫 中意識戀愛 這個名字 當時也叫三點幾 換句話說 所以現在回想一下 其實3點幾 應該是 根據歌詞的關係 對 還有最容易記得 3點幾 這三個字 但是 當時 3月已經有這首歌的時候 我還是等到6月才出現 因為我們都要交好 我們要輪流出的 所以我們時間上 又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我覺得可能是金錢上 真心的 我們出Solo 我們五個都是自己 拿自己的錢出來做 我們就 我會說 在這裡 是有點吃力的 做獨立音樂人 因為 我要儲錢做下一首 我不可以 負責這首歌的錢 就是要學懂計劃 對 要計劃好 今年我準備出多少首歌 第一首歌 我要有多少的預算 第二首歌 要有多少的預算 要有這些計劃 這些會吃力一點 但是 其實有他們一齊 共患難 是幾開心的 而且很融洽 或者整件事 可以很簡單 就是 大家不同的成員之間 各自都有自己的獨唱作品 但是又很有趣 真的大家想走的風格 很不同 很不同 風格完全 先不要說傳不傳 可能在桌底下 大家聊過 我和你碰到 我迫著退出 我不管這件事 對 大家甚至從平時的言行舉止 都知道 他真的喜歡這件事 對 所以大家的音樂風格很不同 就好像彷彿是一個套餐 大家除了有Biennis之外 各自有向外的豐富 是 好像選擇百足那麼多爪 我Biennis的歌你喜歡 OK 我再給我們各自不同喜歡的音樂元素給大家聽 然後當你都喜歡這些 就拉回到Biennis 對 是一種這樣的合作模式 這個也是緣分 我覺得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Biennis我們很統一 因為我們合唱 我們很習慣 我們五個要有同一個vibe 我們就算是唱法 音樂風格 我們都是很統一的 但是一分開五隻爪 我們就各自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比如Winky 很喜歡Jazz 是 然後K 又可能喜歡一些ballad 然後我喜歡玩band sound 就是我們會有很不同的面向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向 我們就可以透過音樂 讓大家看見 Biennis的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自己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 暫時我們拿捏得不錯 五個女生都 對 所以在接下來的新聞時間 就讓大家看看 或者聽一下 陳樂儀阿佐的面向 又是怎樣 當然這首歌 本來不是叫這個歌名 但是先聽聽這首 好Rock的 喜歡色戀愛這首歌曲 稍後回來 一家大小 繼續有Biennis的陳樂儀阿佐 在這裡 一家大小 有我們這家人陪你嘻嘻哈哈 馬上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小鈴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